大家好,我是威斯里 这边我要为大家介绍 ASV.NET 物件导向设计 方法重载,Overloading 那方法重载主要是说 在相同类别内呢,我们宣告了多个同名方法 然后借由不同的参数个数 不同的参数顺序 不同的参数形别 那我们可以来加以区分 就可以来执行 不同的功能 和回应结果 好,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范例的部分 首先可以看到这画面上面有一个方法重载的 发展控制项,当我们onclick了之后呢,它产生出21、25 这样子的这个执行结果 那我们这边要透过这个翻例来说明有关于方法重载 相关的操作的概念 好,那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程式码的部分 我们开启V612编辑器 那我们在这一次要操作这个CS程式档呢 我们有提供 相关的这个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我们在这边宣告了一个类别 在这类别里面放置两个成员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两个成员呢 他的差异点只在他的 参数 OK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 方法的名称都一样 都叫AdCounts 然后 限MD 但是呢 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这个 后面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它只有一个 参数部分 第二个的话它提供两个参数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称为这叫重载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可以依照 去执行方法 它丢进去的参数 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例子呢 它是丢进去的个数不同 如果你丢进去的是这个 参数的个数呢 也就是说我丢了一个X 这样子的一个 数值 进来的话 它就会执行到这个方法 如果我今天丢进来是两个参数的话 就是X跟Y的话 它就会去执行到 底下的这个方法 那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呢 分别就是去把丢进来的值 做 ++ 就是累加的动作 那下面的 这个方法它是把 这两个参数的值 做相加的动作 然后把它 传回去 OK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是一个重载的概念 好那我们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 ASPX CS程式档做什么事 好我们打开之后呢 在看这之前 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 ASPX页面档案 的内容 好那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 就针对我们刚才所建立这个 宣告的这个类别呢 里面的 这个静态的成员方法 做操作 首先我们先操作这个 AddCount10 这个nd的方法 我们先传入了一个叫20 的这个参数 那这时候呢 它就会去执行到 可以看到 一次订阅的时候 它会移到这个地方来 OK它会执行到这个方法 里面的这些内容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 一样去执行 同名的这个方法 相同名称跟上面的名称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今天传进去是两个参数 20跟5的话 这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一次订阅的时候呢 它会被 去执行到这个方法来 那它会把 20跟5 传进去做相加 然后再回传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使用的都是一样的名称 同名的方法 可是依照我们所传进去的参数的个数 不同 那它就会 可以去执行到它的 我们所定义的这不同的方法 那分别去 传输它们的执行结果 那这也就是所谓的方法 重载的概念 好我们这边就针对方法重载 Overloading 做相关的说明 那就接收到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